你能接受自己居住的小区里有儿童委泄犯吗 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不愿意有这样的邻居 于是在小区里的一名儿童被性侵后杀死的案子发生后 被查出有猥亵儿童前科的涂比一时之间成为了众矢之地 因为凶手的作案模式与涂比相同 并且还有两名目击证人看到他在案发时间出现在公园 于是涂比被特殊受害者小组的警探正式带路 可没想到原本指证涂比的酒馆老板 这时候却良心发现地站出来说自己之前做了伪证 因为酒馆老板的证词 涂比的不在场证明成立 但这依然不能排除他的嫌疑 因为他们目前调查出的所有证据几乎都指向了涂比 为了避免再出披露 队长让两名警探重新彻查一下涂比的不在场证明 要彻底排除涂比的嫌疑后再将他释放 可就在这时地区检察官却打电话将队长叫去了检察院 他希望队长暂时不要释放涂比 因为他要以涂比为判例在纽约州的精神健康法案上增加一条附加条款 就是服完刑期的性侵犯罪犯在假释法庭上需要经过精神科医生的评估 如果他们还有在犯罪的倾向的话 就让他们的余生在精神病院度 然而这项条款根本就是自相矛盾 罪犯在定罪之前一直精神健康 结果做完劳即将被释放的时候就精神不正常了 这难道不是想要顺应民众的要求找个由头把这些性侵犯罪犯隔离起来吗 队长不认为这种过度刑罚是对的 但在检察官的一再请求下 他答应在多扣押涂比24小时 于是地区检察官找来他们的心理医生对图比进行了心理评估 而在这期间DNA检测结果也出来了 图比的DNA和莱恩体内提取到的不符 看来杀害莱恩的人的确不是图比 于是队长立刻下令将图比释放 然而图比还不知道 他的劫难却并没有结束 因为很快他又被拉到了一场立法听证会上 因为此次的提议涉及到双重定罪和民众议院的冲突 所以在听取了检方和辩方的观点后 法官决定先回顾一下被提议的法令 等明天再继续讨论 只可惜不会再有下一场听证会了 因为就在法庭门口发生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 就这样图比死于一场并不是自己犯下的案子中 而杀他的人正是被害人莱恩的父亲 因为在他眼里是警方没能让图比得到应有的惩罚 他并不知道图比是无辜的 然而案子还没破 真正的凶手也还没落网 所以警探们的工作也还要继续 现在最大的问题应该就出在那两个目击证人身上 如果不是他们一开始就将警方的调查方向引到了图比身上 还作证说在案发当晚看到图比骑车经过公园 他们也不会一直抓着图比不放 于是警探们将两个男孩带回警局分别进行了问话 很显然两个男孩在说谎的时候没有核对过细节 所以当警察询问他们具体是在公园的哪一边看到了图比的时候 吉米说在有树林的那边 而麦克则说在有核的那边 正是两人做了伪证后 他们提取了两人的指纹和血压 之后又派人去之前没搜索过的有核的那边找线索 而很快他们就在河边找到了男人的眼睛 将眼睛拿回警局后 科学见证科在上面提取到了一枚不完整的指纹 和两名男孩的指纹对比后发现 与吉米的指纹刚好吻合 而很快他们又在河边找到了一截锁面 在得到切实的证据后 警探们再次对吉米和麦克进行了审问 在警探们的逼问下 两人说出了事情的经过 麦克说我和吉米在上网时偶然发现信犯罪者的网站 而我们在上面竟发现了图笔 我们仔细看了有关图笔的介绍 网站上对案情的描述非常详细 详细到可以非常轻易地被模仿 这件事虽然过去了 但在网上看到的东西却一直在我们脑海里挥之不去 一开始我们只是做一些恶作剧 比如移动图笔的自行车 偷走他的车所 直到那天我们在车库里抽烟的时候 看到莱恩再来回的骑自行车 我们刚开始只是拿他寻开心 可很快我们就想到了那天在网上看到的事 于是吉米拿起偷来的链条 之后又把莱恩骗到了涨泽地 半路上莱恩的眼睛掉了 这让他很不高兴 为了控制他我将他按倒在地 可没想到他却尖叫了起来 我们怕有人听见 情急之下吉米拿起那根链条勒在了他的脖子上 之后他就不动了 吉米是个失败者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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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